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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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无缘无故地造我爸这么的辱骂 我对林姑娘真是万分的感激和歉疚 但是就连她住哪儿和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 我真是对不起她 如意 我一定要找到她 我一定要好好的感谢她 刚才离去的那位女子原来是帮助少爷的林姑娘啊 是啊 那好 这件事就交代表演 这件事就跟她要求助小姐 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处理了 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我要好好的带后离 登门拜谢她 没问题 少爷 走 我带你治伤去 不用了 詹总管 我自己处理一下就好了 那小心啊 您点清收好了啊 可别弄丢了档票 要是不见了档票 挂师的话 我们可得收您 十分之二的失票费 否则 到期赎取点档品时 我们可是认票 不认人的 别让档票破损了 要不然 我们可要补票费 这是规矩 谢谢啊 上这儿来啊 等于伸着头让他砍脑袋 长生哥 如 如意 长生哥 你怎么也跑 跑到这儿来啊 我 我来找朋友 我有个朋友 在当铺里当伙计 我来看看他 长生哥 你一向 都不善意说谎的 我 我 我刚才 挑战你手上拿着档票 我是急需要用钱 所以 急需钱用 你怎么不跟段姨拿呢 总不好 啥事都像我妈伸手是吧 你呢 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想把我的三轮板车当 先抽点钱用 应用期 那怎么行呢 你没了三轮板车 你怎么送货 我先抽点钱给店铺急用 否则 连店铺都关门了 恐有这个车子 有什么用 可是 如也 这是我刚才 点赞来的钱 你先拿去吧 你刚才不是说 你有急用吗 我 我可能没你急了 拿去 不用了 谢谢你长生哥 我们现在 各就各的急 你先去救你的急 不用我担心 长生哥 谢谢 回去 好 如 老板 你有什么事啊 我想当我的三轮板车 你当三轮板车 车呢 车在外头 麻烦您看一看 这规矩我得先跟你说明白啊 这大件的档物 在我们档铺可太占地方了 所以 是照我们这行的规矩 我得从您的档款中扣一笔 另放飞呀 这 那我 还是当了他 还是当 好嘞 来来来来来 让我来 让我来让我来 不用不用 我来就行了 没关系 来来来 让我来 让我来 是你 谢谢你啊 谢谢 放那就好了 这外面太乱了 请屋里坐吧 不了不了 我一会儿就走了 我是专程来看看您的 来来来 先坐会儿 不客气了 我不坐坐了 伯母 我就是来看看您 就走了 那 我就先忙着 一会儿还有事要出去呢 您帮您的 您帮您的 你坐呀 你这个人啊 真是太客气了 请你到屋里喝杯茶 你也不去 伯母 这些钱呢 请您务必要收下 先把眼前店铺的燃眉之机解决了 将来什么时候有钱了 什么时候再玩我 这个 伯母 您就收下吧 如意是我的同学 又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这老话说得好啊 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嘛 对不对 前两天你来过 我见过你了 你和如意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真心喜欢如意 我 我看得出来啊 你这个人不错 也不快 事业有成 而且啊 还是真心的喜欢如意 不过呢 按照习俗 我的儿子刚刚去世不久 半年之内 如意是不能再嫁的 所以 这是急不得 急不得 我 我 伯母 我来 就是想帮帮如意 我没有别的意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 我们就更不敢接受你的帮助了 这份恩情啊 我们没法还的 伯母 您的意思是说 同意我和如意交往 甚至将来 如意啊 她还年轻 我希望她的后半辈子 能有个真心疼爱她的人 照顾她 同时 还能尽心尽力的 帮她照顾那两个孩子 我明白 我明白 伯母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如意的 对了 还有如意的两个孩子 只要伯母您同意的话 我可以经常来 来向伯母您请安 伯母 那这些东西 我就留在这儿了啊 我先走了 你先等等 这些东西啊 先留这儿 等如意回来 看她愿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 伯母 如意一向孝顺 您的话 她一定听 这事啊 就劳烦伯母您成全了啊 劳烦伯母成全 我 我尽力就是了 可是这事急不得 急不得的 伯母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 别说是半年 就是三年五载啊 我也愿意等 只要伯母 您能成全 都说是好话 我点头是没用的 这要看如意 她自己的意思 还要如意 能够真心的喜欢你才行 伯母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如意 爱上我的 我一定会让她 心甘情愿地跟我一辈子 你回去 你马上跟我回去 你马上不回去 你回去 你回去 你不要来我们家了 好了 怎么这么没礼貌 怎么可以这样跟客人说话呢 伯母 不要紧 小孩子嘛 奶奶 我不喜欢她 她想讨好我妈妈 她想让我妈妈再嫁给她 我要妈妈和奶奶 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我不要离开妈妈 也不要离开奶奶 我不要妈妈再嫁 你们两个乖啊 叔叔啊 一定会好好照顾 你们的妈妈的 也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乖啊 那我奶奶呢 你是不是要让我妈妈 带上婆婆嫁 你走 你回去 你再也不要来 我要和妈妈 还有奶奶再嫁 我不是一次 我不要离开 我走了 好好好 你好 你走 把东西带回去 乖啊 我带你带回去 你走 你走 我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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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你走 我带回去 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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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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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放手 干什么你这是 还我钱 还我钱 干嘛 昌盛哥 你帮如意姐筹的钱 共有多少了 我把铺盘剖开 就凑得一些小额纸币 还有一点铜子 另外 我这还有一点钱 哇 那么多钱呢 沈沈怎么肯一下子 给你那么多钱啊 我没像我妈要 我妈也给不了我几个钱 就只为追根究底 问起来没完没了 我跑了趟当铺 把我妈给我鸡箱链 和我爸留下怀表 当 当了 十个大羊 十个大羊啊 天哪 沈沈 沈沈她一直说 那 那条银项链 是你爸爸 跟她成亲的时候 亲手帮她戴在脖子上的 她可一直说 要把那个当成传家宝 给你们长子长孙 一代一代相传呀 这次怀表 也是爸妈结婚的时候 我妈娘家送给我爸的礼物 可现在好了 我们家维二的传家宝 交个全叫我给当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这下可死定了 沈沈要是知道的话 肯定会一哭 二闹 三上吊 非得唱完一整出 没得落幕的呀 长生哥 这下 你可有的瘦了 我知道 可是 可是 可是我也知道 你为了如意呀 你是连命都可以舍的 你可还记得小时候 你我 文湘哥 还有如意 我们曾经当天历过誓 我们当天发誓说 我们四个人 一辈子都要互相帮助 一辈子 都同样共苦的 当然记得啦 那天啊 我们四个人 和东村的孩子 在桥底下 打了一架之后呢 一起跪在桥头 对天发的事 可是 万万没想到 文湘哥这么早就离开了我 那你说啊 如意他现在有了急呢 我们又怎能不尽全力 去帮助他呢 说的是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走 走 咱们上瓶家 把咱们筹的所有钱 全都交给如意 帮他救救急 这一份呢 就全当是凯歌捐的 都帅 好 我不投杜凯 向都帅 进来 阿凯啊 到 我们可是好多年 都没有见面了 来 坐 坐 不 杜凯跟都帅 你站着说话 与我就不必距离了 说起来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想当年 要不是你替我 打了那颗子弹 我早他妈见眼望去了 哪还有现在啊 这是杜凯应该做的 阿凯啊 这几年过得好吗 还好 有什么困的 要不然 我给你安排个植物 给你弄个 县长当的 啊 当县长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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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帅啊 我看还是不要了 我 我平时也就只会 做个什么 卤鸡脚啊 切个猪头皮啊 最多 也就做个打卤面 其余的 我真的是不会 像什么 隔墙拉车啊 杜帅杜帅 我看还是不要不要了 我这不是 拿着石灰点眼睛 自找难堪吗 哈哈哈哈哈哈 瞧你说的 哎呀 你说吧 哈凯 这回来找我 有什么事啊 我这次回来 报告杜帅 杜凯这是最后一次 求您办事 以后 再也不会求您办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瞧瞧你 像个裹了脚的娘们一样 来 我挺想你的 哈哈哈哈 来 坐这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从今往后啊 不管有什么困难 你可以直接了当的来找我 说吧 你来找我 有什么困难可以给你解决的 我 这 杜帅啊 这回 我来找您啊 就是 想让您 帮我打个电话 打电话 对对对 打给谁啊 打给 县里的卫生局 县里的卫生局 对 给卫生局的一个 鸡查科的科长 咱是干什么的 咱要是有事 就直接打电话 跟他们省长交办 要是他妈的 给我办不好 我就让他 回他老家 吃他妈的老米饭去 哎呀 哎呀呀 杜帅啊 其实事情呢 没那么严重 哎呀 只是一点小事 一点小事 小事啊 一点小事 那好吧 我就直接 给他们县长 打开电话 咱堂堂都帅 总不可能 给他一个 卫生局的科长 打电话吧 不是 都帅说的对 都帅说的好 我还没问你 究竟是什么事啊 哦对了对了 都帅 其实呢 是这么一回事 咱们县里啊 有一家 灵际糕点铺 灵际糕点铺 对 灵际糕点铺 这个灵际糕点铺 怎么了 哎呀 您看看这 就这家 这家店 哎呀 就是这家店 哎呀先生 你真有眼光啊 几位风水先生 都是我这家店铺啊 正做才行 不管谁在这里 开店做生意呢 都一定能发大财 是吧 那现在店铺怎么关门了呢 啊 现在呀 这个店主啊 他老家有事 回去啦 哎呀 这平时啊 生意可好了 人可多了 他现在发了大财 又不愿意家我店租 我呀 不愿意再租给他了 是吗 嗯 哎呀先生 您真是有福气呀 这个店呢 就是留给 山先生您来乘租的 好了好了 不要这天牛了 这附近的店租 我早就打听过了 别想来骗我 我只是拿他来当仓库 不是拿来做生意 好 不过 谢谢了 我愿意付给你双倍租金 你租不租 啊 双倍租金啊 哎呀 租租租 哎呀 就看在财神爷的面子上 我就忍痛不跟你计较了 就以你说的 租给你了 行 那我就先付给你 一个月的租金当定金 好好好 不过 明天你就把店铺给腾出来 更不能让原城租者再出现 明天我就让人把货给送进来 啊 明天呢 啊 这么快啊 不行 不行的话就拉倒了 哎哎哎 行 行 谁说不行啊 怎么不行啊 明天就明天 不过呢 你是要付定金 然后呢 再打个契约 明天早上 你再付 半年的押金 和头三个的租金 否则啊 这定金就没收 啊 行 可是 明天你要是没办法把店铺给腾出来 把店铺交给我呢 我 那你也得退给我双倍的定金 啊 这才公道 这才公道 怎么样 好吧 就以你说的办 你先给定金 行 那是给你的定金 谢了谢了啊 慢走 走好啊 哎呀 不错 这如意呀 这两天门都关着 我想到八成是开不成了 我正愁赚不到租金的 嘿嘿嘿 这个老天爷还得我真好啊 竟然就双倍租金给我 哈哈哈哈 哎呀 我的天气真好呢 哈哈哈哈 奶奶在休息 妈妈还没回来吗 那 叔叔跟阿姨就先不进去了啊 嗯 回此来 这些你先拿着 但记得要交给奶奶 你还记得提醒奶奶 这事千万不能让你妈妈知道 否则 你妈妈要知道 硬把钱还给叔叔 叔叔就帮不了你们家的忙了 懂吗 嗯 谢谢叔叔 那 还有这个 这是阿姨跟阿凯叔叔的一点心 也一起交给奶奶 但是 也千万不要告诉妈妈哦 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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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叔叔跟阿姨就先回家 你们两个乖啊 嗯 乖啊 赶快 进去吧 进去吧 乖一点啊 阿姨再见 叔叔再见 进去吧 啊 如意 如意 妈妈 来 如意 你快点 妈平常 是怎么教你们的 如果没有经过妈的允许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拿别人的钱 啊 如意 如意 这事不能怪孩子 这钱是我跟焦焦硬要他们收下的 小孩子 如果没有正确的金钱关您 没有经过父母的允许 就可以拿亲友的钱 那么长大以后 难保你们不会瞒着父母 就把一笔钱给花掉了 是不是 然后十岁之位 日后就会变本加厉 长大后 难保不会成为小偷 成为强盗 骇人骇己 妈 以后我们不会再这样了 不会再这样了 把手牵出来 让手摊平 我要你们牢牢的技术 好有技术 绝不愿意 我才有技术 你争了 你别打孩子 行不行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我这样不该来 我不该来的 你要打 你就打我好了 我求你别再打孩子 行不行 这两个还那么的懂事 他们知道妈妈 为家里受的苦 他们在私底下问我 问我能不能 问我能不能 把你天归亮 到我们家推磨 碾大头工作 让给他们来做 这两个还多么懂事 他们知道妈妈的心 他们 他们心疼自己的妈妈 他们想着 该怎么帮助自己的妈妈 他们想着 让妈妈别那么劳累 那么的辛苦 你知道吗 起来 起来 你看 你看 把他们打成这样 这两个还这么懂事 你怎么可以这样责怪他们 你怎么可以这样责打他们 你让他们心有多痛 让他们心有多痛 你不该打他们 你真不应该打他们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们向街小时候的你 你不该打他们 你真不该打他们 妈 妈 妈对不起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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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乖 不哭了啊 串堤 再也不哀了 串堤 长生啊 奶奶 如意啊 回来了 饿了吧 妈去给你做 你爱吃的面疙瘩 长生 娇娇 你们也好久没吃 春意做的面疙瘩了吧 来 到屋里来坐吧 春意 我不饿 我也不饿 妈 您去歇着吧 我们都不饿 如意啊 别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 人情走不通 就算了 大不了 咱们关了店铺就是了 可不能因为这个 不吃东西 快进屋吧 妈去给你做 妈 我今天 没有去卫生区 我没有抽到买礼物的钱 但倒是 我妈妈常说 这世界上 现实人情 没钱不行的 如意 这两块钱 是我和娇娇 还有凯歌 凑合的一些心意 你赶紧拿着去 去买点香药厚礼 送给那个科长 求个人情 请他高抬贵手 先把高点铺 眼前难关 渡过再说 陈爷 这店铺老关着门 看上门 买不到高饼 也不好啊 长生哥 我这才明白 原来你上压当铺 其实你都 是想抽签帮我们 长生哥 说什么帮这个字呢 我们 我们 我和你 文香哥 还有娇娇 我们从小就曾向天发过誓 说好这一辈子 都要同甘共苦 相互扶持的 不是吗 可是可是我们 没什么可是的 你快拿着吧 这 这捧着长生哥 手都酸了 如意 我 拿着 收下吧 咱们日后 再好好地报答他 淳于 你讲什么报答呢 我从小是吃你奶水长大 那这份千倍万倍的恩情 我不也应该要报答吗 长生 你就别再推辞了 否则 你就是瞧不起长生哥 瞧不起我 瞧不起凯歌 瞧不起我们 这我 我 别再这个那个了 今天如果你不收这个钱 我们就绝交 哎 娇娇 这 收下吧 好好好 谢谢娇娇 谢谢长生哥 谢谢你们 谢什么呢 赶紧去办事吧 娇娇 娇娇 妈 娇娇 沈沈 长生 你怎么会在这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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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他们邻家催电珠来的 免了 甭催了 我看哪 这两天 他们门一直都关着 这客人过来 也买不到玉带高 我看这电租啊 是肯定交不出了 那我可就要按规矩办了 今天呢 就请你们清出店铺 我可以改租给别人了 妈 段姨 段姨 不好吧 婶婶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喂 我怎么不可以这样呢 这依照契约 他们要是拖欠我电租 我有权随时将店铺 改租给别人的 哈 哎 如意 你说是不是啊 嗯 邱段 邱段呢 你 你不烧香 也别拆妙 这个时候你 哎哎 我怎么样 我陆王邱段没什么优点 就是做人最讲规矩 那依照咱们租约上的规矩呢 你们拖欠电租 我就有权收回店铺 对吧 啊 既然呢有规矩 我们就按规矩走 对不对 如意 你说是不是啊 对吧 是啊 是啊 段一 是不是求您 求您再给我们宽心几天 哎呀 如意啊 你别求我 我这可都是为了大家好啊 哎 这个卫生局那儿 你都处理好了吗 再说了 这两天 你们的店铺一直都关着 客人也没了 生意也不做了 你这店租肯定是交不出来了 哎呦 那你还不如不租了 啊 那既然这样 你今天就清除店铺 明天早上 我好把店铺 转租给别人呢 啊 秋段 问你 秋段 沈沈 啊 我告诉你 关于店铺的问题 如意已经想办法 早去卫生局解决好了 是啊 再说妈 今天才是店租的收取日 你看现在 大白天呢 今天还没过完呢 得到夜里十二点钟 舍下终身想完之后 人家没交店租 那才算是拖欠呢 你你 你是不是我的儿子啊 你这胳膊怎么老帮外拐呢 啊 我 我 我哪有啊 我是全心全意向着您的 你瞧 妈 你瞧 妈 这两块钱就是 我向林家催出催来的 你 挑什么 本来就这样 是儿子我 不顾春仪如我的恩情 是儿子我 学着您 吃了秤砣铁了心 硬向林家催出催出得来 我呢 逼着如意 东介 西寿 还荡着他们家三轮板车 才凑得这两块钱 这里头呢 除了这个月电数之外 他们连电压金也一并给了 我大概算了一下 他们还有多余的钱 给抵以后的电数 所以妈 依照租约 依照您先前所说的规矩 咱们可不能再逼着林家 催出店铺咯 明天你要是没办法 把店铺给腾出来 把店铺交给我呢 我 那你也得推给我 双倍的定金 谁让你跑这儿来催租的 妈 您不是常说这年头 要命不要脸 要钱不要命 您不是最重视钱吗 所以我就学着您 硬到林家来催租催得来的 妈 我现在催到店铺 您应该很高兴吧 我 我 我真是被你给气死了 我真是被你给气死了 一定是有人愿意更高的价钱 向我婶婶租店铺 我婶婶肯定收人定金了 你说你 大姨 您要不要到屋里坐会儿 我帮您漆杯茶 我 不不不 让娇娇陪着我妈进屋里喝茶了 如意麻烦你来一下 你得赶紧的陪着我上上钱庄 咱们得把这些小的钞票 还有桶子儿核算清楚 然后兑换成装票 拿回来交给我妈 快走啦 好好 快快快 我先过去了 长生 快快快 长生 秋段 婶婶 既然来了 就到屋里坐会儿喝杯茶 婶婶 来 来 去吧婶婶 不对 这小子向来是心偏着这家人的 今天怎么会主动上这来催租呢 还逼着如意 典当三门板车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这肯定有鬼 秋段 既然来了 就到屋里喝杯茶再走 啊 啊 不了 不了 我呀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哎 车段 哎 车段 车段 没事 我去看看 如意 这钱给你赶紧拿着去办事情 完事之后 咱们集香面馆会庭 再一道回来啊 啊 长生哥 哎 这 这你怎么像断衣脚的 如意 就说回来路上遇到歹徒 钱都给抢了 或者说是回来路上遇到爬手 钱给爬了 总而言之钱不见了 紫儿 我来担 不好吧 长生哥 哈哈哈哈 这两个理由都不凑 尤其是第一个 不过好像被抢的是我吧 不是你啊 妈 别叫我妈 我没你这种彻底破坏的儿子 你说 这些钱是不是你给他的 啊 是我给的 这些钱啊 是我和凯哥凑起来的 是为了交给如意去打关节 救急用的 你要的话 就拿去好了 就当是凌家 付给你这个月的电租和电压金 足够了吧 这 路易姐 大关节的礼 咱们再另想办法 哎呀 那这些钱 我不能拿 我陆王秋段 可不是不同情理的人 嘿嘿嘿 哎 听长生说 那卫生鸡茶科长 可是当着你们的面 撂下狠话 啊 不但要罚你们饼铺 两百元的罚款 还要吊销你们的牌照 勒利你们歇业 哎呀 这万一 你要是现在把钱给我了 那明天早上 你们就接到 吊牌歇业的公文 那你这个月的电租 不就白死给我了 嘿嘿 所以啊 我看这些钱呢 我还是不能拿 嘿嘿嘿 嘿嘿 就是看在咱们 这么多年 灵机的交情份上 我也得替你们着想 是吧 是 我看看啊 咱们呢 这店铺租约呀 就到今天 就到此刻为止 你们的电押金啊 电租啊 也不要付给我了啊 我们就死这几天 哎 免得你们吃亏呀 嗯 如一 你说是不是啊 我就是为大家好啊 啊 是不是啊 是啊 段姨 谢谢你 谢谢你这么为我们着想 哎呀 谢什么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过段姨 我有个不情之情 我可不可以先拿这些钱 去买个礼物 到卫生局 向那位科长求个情 如果那位科长 还是执意 要关我们的店铺 那我二话不说 我回头 就跟你解除店铺租约 这 任由段姨 给你改租他人 行吗 啊 段姨 这不是 这不是 这不是杨艳要封我店铺的科长吗 啊 啊 没错 就是他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呢 该不会是来送料牌公文的吧 啊 哎哟 那可是来者不善了啊 可那么慎重其事的带着乐队来 这事新鲜了 或是头会见的 哎呀 哎呀 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遇到你们 真是哎呀太巧了太好了 抽烟 我不抽 给个面子吧 来 抽抽抽 谢谢 我不会 抽一支 我真的不会 谢谢 谢谢 我不会 那那您抽 我也不会 抽一支吧 抽一支吧 抽一支 那您这么好意 我就带回去做个季节 那那好啊 你把这整包都拿着 做个季节啊 哎呀 那多不好意思啊 您哪 真是个大好人啊 哪里 哪里 婶婶啊 你拿你的香烟做什么 哎呀 娇娇 你这就不懂了 咱家一番好意 我好意思拒绝吗 再说 我可以带回去找大客人呢 今天是特意来道歉的 在我们单位 给你们邻居糕点铺 搬面锦旗 搬锦旗 是啊 那天我往下过火了 说是要罚贵妇银两啊 吊销贵妇牌照啊 纯粹说笑啊 你们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今天我正式向你们赔礼道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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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长 您应该不是又来寻我们开心吧 哪里呢 我是万分的诚意啊 来 奏乐 奏颁奖乐 来 停停停停停 走快乐点 声音给我走大点 颁奖乐 开始 这是搬给林几糕点铺的锦旗和奖品 请收下 如意姐 你赶紧收下吧 这是给你的 快收下 来来来 还有这个 我来收 哇 这么多的奖品啊 这是本单位的一点建议啊 这个好大县长呢 特别交代 请代表他向贵友人再致敬意 明早九点 他会亲临林几糕点铺 颁给贵铺 一面模范店家的大饼鹅 您是说县长要颁饼鹅给我们 是啊 那先说的贵友人是指 你们这是明知顾问吗 如意姐 如意姐 我看呢 八成是你的同学韩家东 帮咱们走的人情 一定是他 不会错的 天南北 哦哦哦哦 烟南北 天南北 嗯 为何 我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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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的誓言 你不是说我永远常相随 听 你到底懂不懂 你到底懂不懂 没有你才是我只剩最痛